。 哈囉大家好是數位黑膠兔悠悠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iOS系統專用的影像解取卡 簡單來說就是它可以讓你快速的用高畫質的畫面 直接進到iPhone手機然後幫你做直播 就是一個比較簡易C變形的 好 那那個我們首先先介到產品的部分 首先你會必須先購買一個影像擷取卡 那擷取卡的部分它這邊會有HDMI的印 我們目前實測啦 我們是直接拿HDMI來測 就是HDMI輸入畫面就直接進去擷取卡 然後讓等一下iPhone上面會有相機上面的畫面 OK 那接完擷取卡了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USB的輸出 輸出端會接到一個這個 這個是蘋果專用的USB轉接頭 我們必須要轉接這個才有辦法把訊號轉換成Lighting 所以後端這邊的畫面 Lighting的部分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去接到手機上面 但是為了讓使用流暢或放在包包裡面方便 所以購買的時候會一起附這個延長的線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接上去就OK 那最後Lightning端我們就直接進手機 那我們剛剛介紹影像擷取卡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接頭 跟那個分接頭這邊 分接器這邊也有一個接頭 這兩個是替影像擷取卡供電 跟替手機充電用的 因為如果你的直播時間很長 你必須要掛一個行動電源的時候 那可以透過分接器這邊幫手機充電 那擷取卡這邊也需要供電 我們也會直接去接一個Micro USB去幫它做供電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行動電源有兩個USB接頭 你就可以同時完成充電 又完成影像擷取卡的供電 接下來你只要管好你的攝影機 或是你的相機供電就沒有問題了 好那我們就現在來測試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切到畫面 那我們打開APP 那如果它有抓取到的話 目前其實相機的畫面 我們就會直接導入了 那導入之後 基本上我們只要這邊按設定好 再按開始直播就可以進行直播 如果說 你有一些其他的要外接 例如像YouTube啊Twitch之類的 你可以從設定端 它其實有介面的部分還蠻好上手的 從設定端以後 然後去管你的連線 那你可以去設定你的直播的目前串流的畫質 盡量去達到基本的需求跟訴求 那如果說你有發現說 欸怎麼好像沒有畫面跳過去 我們重新再做一次接合 那人家說那如果你有iOS直播的需求 有問題歡迎跟我們做提問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